瓶菇是我们日常经常吃到的食材 也是非常的宣美 今天就用瓶菇来做一个家常小炒 瓶菇先把它一朵一朵的搬开 然后把这个bubble剪掉 再把它撕成小块小块的 这个是两个烂手机换的一个盆子 你们不要说我直入广告 你们谁说我直入广告 你们就赞助我一个盆子 先给它反复的抓洗几次 等着再冲洗一次就干净了 再来分别准备一个青红椒 把它们切成片 打斜刀切菱形片会好看一点 碗里打入一锅亚紫生的鸡蛋 然后用筷子给它打散 最近穿的有点厚了 有点怂起怂起的 没得穿西装潇洒了 这个是零号猪油 把锅烧热后给它敲上一坨零号猪油 猪油炒坏后下入打散的鸡蛋液 一面煎好过后给它翻成了煎一面 两面都要煎至金黄 然后用勺子把它按散 为什么不提前按散呢 是要保证两面金黄过后按散 这样子才会更香 先把它倒出来避孕 另起锅再来上一点猪油 用猪油的话主要是增加鲜味跟香味 炒花锅下入一点姜葱蒜 再来上几颗干花椒 下入丝毫的平菇 翻炒均匀过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先给它焖过一两分钟 把平菇焖熟 平菇煨好过后下入鸡蛋 青红椒也一起放进去 调味盐 白糖 胡椒粉来一点增鲜气熏 快速的翻炒均匀 再用中大火给它煮过四五十秒的时间 把青红椒煮至断生 把这个汤汁收的少一点就可以出锅了 接下来关火出锅几口 最后仪式感不能少 撒上一点正经的冲发 非常好吃的一道鸡蛋炒蘑菇就做好了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小孩也是非常的喜欢吃 喜欢的点赞 不喜欢的下期免费继续看 最后我还是先给大家尝一下味道怎么样 平骨非常的滑嫩 鸡蛋非常的鲜香 这道菜一定要做好就吃 吃热泪 越吃越热 火是非常的安逸 但是我家小孩还没有起床 还没有天亮 我都去叫他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就撒过了 我是想念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吃饭了 ерх劲 吃饭